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人 民国期间的名人叫孔德成 他是谁呢 先不说 他出生的时候 省长亲自带兵 在他们家包围起来 不是抓他 而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 这个人就这么大牌面 信孔的这个人是何许人也呢 直接告诉大家 他是孔子的第77代松 就是嫡系的 孔子的第77代松 为什么省长 当然这是民国时期 为什么民国的山东省省长 要带兵去他们家 替他站岗放哨 保障他的安全呢 当然听我从头讲起 就是说最早 中国的这种儒家的思想文化 他为什么受到推崇 就是儒家思想文化 从孔子创立 儒家思想文化 直到现在 就是我此刻 讲这道视频的 现在 他都流传下来 为什么呢 流传这么深远 那首先来说 他肯定有他的道理 这是第一 第二 是有什么呢 有统治阶级的一个推波助澜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思想文学术啊 有助于统治阶级来实行 对这个人民的统治 所以说呢 在中国的古代 皇帝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世道不好管理 是吧 我得让老百姓 要么就信佛 让他们就乖乖听话 要么信某种学说 而且要这种某种学说 在民间非常普遍 就是让大家呢 没有那么崇尚武力 崇尚道德 崇尚宗师众教 所以呢 就选择了孔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 有一个皇帝说过一段话 大概的意思 他就问他的国师 就是说 我想我朝 要长久 永久的延续下去 有什么办法 那么这个国师给他的建议 得统一大众的思想 比如说 咱们历经了很多个朝代 但是孔家的思想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如果孔子是皇帝的话 那么他将是中国历史上 他们家能流传 最久远的一个王朝 皇帝听了说 哎 好主意 那应该怎么办 然后呢 这个国师就说 你把孔子的后人 宗称为什么 叫做孔圣人 哎 这个孔圣人呢 不只是一个称号 而且他是一个官职 叫做延生 啊 你把他宗为延生的话 每个月给他发工资 让他来替您 宣传这种儒家思想跟文化 让老百姓呢 都听话 这是他们 宗孔的初衷 结果呢 那这皇帝实行了这一政策之后 发现啊 这是个妙招 为什么 民间啊 经常有什么武装起义 农民起义 自从宗孔之后 由孔子的后人来给普天下的老百姓 去宣讲这个儒家文化 老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很多 而且呢 积极向上了很多 安居乐业了很多 统治阶层觉得 哇 这个宗孔有这么多好处 想大力宣扬孔子 那么说到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孔德生 他已经是孔子的第77代的传人 那么他也是孔家的这个世袭的这个职位 他是一个官方的职位的第33代的传人 那么他爸呢 一开始也是为了要继承这个职位 得必须让儿子来继承 他爸就找了个老婆 找了个老婆之后呢 结果这个大老婆很快就死掉了 又找了个二老婆 结果二老婆怀不上 就又找了个三老婆 三老婆呢生俩女儿 没有办法 所以说呢 他要把三老婆的谁呢 压坏 有那为妾 结果三老婆的压坏 同样也生俩女儿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个孔家呀 在山东取父 他很着急 那么国民政府也跟着着急啊 国民政府当时呢 乱作一团 风雨飘摇的时候 他也得想借用孔家的这个名望 或者这个思想 来稳定他的这个统治 所以说呢 国民政府也就说 哎呀 你赶紧给你生个儿子呀 赶紧生个儿子 我们好封这个官啊 不然这个官封不出去 这孔家上上下下都很着急 结果一急 他爹给急死了 好 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行了 啊 这个孔孔 就是宗孔孔子的这个学说 跟孔家的这个要断后了 哎 国民政府就大失所望 结果 咦 结果发现 那个小妾呀 后来没来立嫁 哦 原来是怎么回事 就说这个 他爹 孔德成他爹呀 他林 就是说 他在死之前 跟他这个小妾同房过 有了姨父子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全国正风 啊 生怕再出点赏尸 所以呢 就派重兵 在他们家包围起来 严格的管控出入 啊 严格的要保障 就是这个 孔子最后一家的 血脉的一个安全 啊 然后呢 终于 啊 当然国民政府也很担心啊 因为这个职位是传男不传女 你如果再生个女孩 那也无济于事嘛 是吧 反正民国风雨飘摇了 看来是民国气数已尽了 好 终于不负众望 生出来是个儿子 生出来一个儿子啊 所以呢 就是 国民政府大喜国王 就给他封了 把这个职位给封封下去 啊 而且呢 让他组织这种学术的 民间学术讨论 去宣扬这个宗孔 宗室宗教这个文化 当然他妈妈呢 也是在这种 非常沉重的压力之下 这个小孩出生没一个月 他妈妈就死掉了 死掉之后呢 就是说这个孔德成啊 怎么说 他是拿了一份工资的 国家的工资 那么孔德成了解到 当时啊 就是说 国民政府派兵来 他们家包围 名义上是什么 名义上是 保护他妈 跟他 实际上啊 就是说国民政府啊 他们担心 因为他们家一直生女儿 没有儿子 只有儿子才能继承这个职位 跟工资 国民政府担心 他们如果一旦生女儿的话 偷偷为们找个男孩来 换掉 哎 担心要白拿这份钱 这个孔德成就很生气 说你太小看我们孔家人了吧 我好歹是正统的孔子弟 77嫡系的子松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跟文化上 都有我们家族重要的 浓墨重彩的一笔 你居然担心我们家会贪污 你这条小便宜 行了 拉倒 你这官哥们我不要了 他35岁的时候辞职 我不干这个了 辞职之后 那么他的反而声明确起 大家都非常敬忠他 结果后来呢 蒋介石 在内战中失败的时候呢 他就跑到台湾去 跑到台湾呢 蒋介石还不是叫嚣着 要什么一年准备 两年休养 三年什么反攻大陆 四年完成 这是蒋介石在叫嚣的话 所以说呢 蒋介石为了达成他这个目标呢 他就把大陆的一批精英 就是有利于他统治的精英 精英财宝 全部带到台湾去 包括一些文物 古玩自画 那么他要拉拢的人呢 当然就有这个谁呢 孔德生 为什么 他如果愿意 他是德高望重的一个人 他如果愿意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话 说明蒋介石觉得 你看 人家这么有才华 这么有宣文 这么德高望重的人 他都愿意跟我去台湾发展 说明呢 我还是名正言顺的嘛 所以呢 这个孔德生就跟着去了台湾 去了就在台湾大学里面教书 直到88岁 无疾而终 所以说怎么来评价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是被多方政治力量 角逐和控制的一个人 所以说呢 这也是他的一个悲哀 但是从他的人格上来说 他是一个人物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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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